請請大家 媽媽在獎劣收集的條件情流聲 一到你們 除了同為是 神經一大道法 到貴城王民來參與 貴城收集的教會 再回到請大家的同事 第三場文法會邀請到的主持人是 朱正平 蘇先生 朱先生也是資深的媒體人 也在智力暴棄工作非常久 後來曾經擔任行政院新聞局的組長 現在是中央公司社的董事長 第三場的文化會就從現在開始 將大會時間交給蘇先生 請 像林立市長 其實應該是林立市長 像林立市長 各位 各位那我們的 這個發表人還有 你們各位現場的來賓 來賓 我看了 這個什麼研討的 這個什麼安排 這個感覺好像是 具有那個 屬實性的 拖欄撞破的 這個一級的安排 我們早上第一場 好像是 在談一個 悲劇媒體的 不管是選王還是念諾卡 然後第二場是整體 媒體環境的墮落 一直到這個 我們現在好像開始第三場 好像是新生希望的 這個 這個 崛起 不曉得就是 這樣子來排嗎 無論如何就是說 事實上 一個社會的 這個 軌跡啊 是一直在往前 邁進 在整個媒體發展到前面 有它的這個 這個 或者是說 這個 惡化的一面 事實上 有它 新興的 讓人家看到 希望裡面 不過這個 新興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它有 面臨什麼樣的限制 那這就是我們 這一個 單人嗎 希望我們都是來 討論的 我們這個 單人 高進 可以 請到兩位 在這個領域 可以講是非常 成為的 這個 論文的 提供者 還有兩位 對這個問題 也是 最具有能力來 提供你的 男生 我這個地方就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今天的兩位 論文的 提供者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 第一篇論文的 提供者 德國娃娃先生 德國娃娃先生 他現在是 公民電視的 新聞部的經理 那 在接經理之前 他事實上是 公民電視就是負責 這個 公民新聞的 這個 雙方的 這個 部門的 補助者 那他之前 也曾經在 深入高 工作過 在台式工作過 那我也 跟他一起 在 當中文社 工作過 那他可以講 就是說 是在這個 公民新聞的 裡面 非常重要的 一個 其實就是 這個 公民新聞 跟農業媒體的 一段 他就在 進行這個 食物的 一個實驗 所以今天 由他來談 這個公民 新聞新聞的 實驗 不算是 非常適當的 一個名字 另外 談到這個節目的 還有 陳敬教教授 陳敬教教授 是我們 在這個 新聞代理界 具有這個 新聞實務經驗 非常優秀的 一位新聞學者 那特別是在 這個 公民新聞學方面 他很早就 設了 這個領域 不管是在 有一點研究 包括他自己 所 和一群同學 同學出版的 共同 這個 設置的 這個 這個 網站 實際上 來 這個實驗 這個公民新聞學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都是 這個領域裡面 最有資格 來談談 這個領域的 所以 今天 這個領域 就看來 公眾們 我想 大家可以非常深度地 進入到 這個領域裡面的 各種面向 這個討論 兩位 評論人 或教育談人 也是 這個領域 非常重要的 參與者 無緣會心 他是 我們早就在 自己包心 非常 受得盡忠的一位 記者 那 少後 他在 他在 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 公司非常優秀的 這個 心理界的 環境者 經理人 那 事實上 公共電視 也是在他 擔任公司的經理 總經理的 來 推出 所以 由他來 檢問 這個相關的 評論 非常有事 黃彬燕先生 他是 黃彬燕教授 他是 這個 我們 國內 國際最強的 這個 國安新聞 的 一個 檢問 一個 選擇 那 我想 各位在 各大媒體 時中 可以看到他的 這個 評論文章 他對於 我們 媒體現場 有非常 深度的 這個 觀察 在您看 那我們也很高興 今天可以 他來 擔任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麻煩就進入 第一個 論文的 二 請 多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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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還有 各位 明燕先生 大家好 很感謝 也很榮幸 今天有機會 能夠報告 一般公益新華 還有網路民主 這部分 時間關係我直接進入報告 在報告這個主題之前 我先稍微說明一下 台灣新聞工作者當前所面臨的困境 主要在於商店裡的操控新聞內容發生 還有媒體照片介入真正的影響 第三點就是記者社會信任主體驗遭到侵蝕 還有媒體的性格主要就受到質疑 此外 傳統媒體的產自和接收之間 也出現了嚴重的亂例 月經人介入促進產自過程的能力 被嚴格的限制 這個是目前台灣新聞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 首先是公民新聞 公民新聞大體來講 它是一個參與式的新聞 也是平等對話和分享 跟過去傳統媒體看起來是公民一樣 這個在網路的問題已經降低了質疑獲得成本 經典鼓勵民眾的公民參與還有政治的產業 另外一個它是一個炒分的發聲 就是由嚇到善為的內容的發聲 所以內容不在所有專業記者採訪所得 而是由公民記者發作產制 所以公民記者衝擊是使得 傳統的媒體約定人成為事件的報導者 它是一個主張的報導者 它們也落使傳統媒體將封閉的新聞產業流程 早上去開放一個參與的形式 傳統媒體跟公民媒體的差異 稍微做一個分類 傳統媒體它是一個單向的指定告 不管我們看報紙或看電視上 就是對話的報紙 公民媒體是一個雙向對話的關係 傳統媒體它要求的一個特化功能 但這個特化功能標準是由媒體自己去設定 公民媒體是表達的有關的看法 傳統媒體強調少數人的專業 公民媒體是主大新聞是全民的事業 所以路面上還有想法上的關係不一樣 所以早期提出新聞自由是為了對抗政治力接觸 後來傳統新聞媒體逐漸受到市場率非常主導 市場主導下的新聞是 約定人是一個消費者 而不是政治政治中的一份子 這些使得公民的領域 就逐漸是一家自主性的公民媒體 就一直逐步地發展出來 那什麼是公民新聞 公民新聞它是一般公民的 透過一般公民的一個集體力量 共比撰寫 就是一群人一起去設定的原創變 因為當的人都是媒體的情況之下 從多權就不再是需要 經由特定人所認可和合成的權利 經由網路進行設計的動員 在很多國的資訊民間和民主參與的方式 達到一個公民分享和聲望民主的問題 所以網路的鼓勵 降低了知識的獲得成本 進捷鼓勵民眾的公民參與和政治參與 這個是可以肯定的 那公民新聞在國外的案例 我們舉一個 韓國律者 一個歐曼日子 還有美國公民記者 還有美國公民記者 也很高 歐曼日子打破了很多傳統媒體 路線記者 例如惠惠的利益共生 也改變了 馬恩統記者的參與文化 歐曼日子透過 它自己所建設的一個 長期記者 結合公民記者 進行一個集體的採訪 這個表現的特色 又可以降低採訪的成分 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 共同去追求共民記者 他們所建議的採訪 網路比嘴的虛勢 我們可以來看 一個是衛國律民的概念 也就是由下而上 社群分享參與的分種 衛國律民的模式 就是說 媒介不再是一方的華人 要設兩邊 一邊發音的一路另外一邊 也是中生中華 不再是很多人包圍一個 網站的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人 射出一個服務群 教育群的概念 所以你既是中心 可是你也會一直中心 所以從一個集中化 高低採訪到一個 去中心化的採訪 所以進入衛國律民的時代 對整個社會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權力的移轉 那這個權力移轉的過程 就是從中心化到去中心化 那個去中心化 並不見得是沒有力量 而去中心化 是透過我們一個人 獨立的表達 最後可以達成一個 集中化的力量方法 趨勢 22 它是一個雙向傳播 多元內容 還有互動分享 也隨著公民使用網路數量增加 有添加網路社會 增加民主參與 還有強化這個社群的工具 數位民主 還有網路民主 因此產生公平擁有 自主的發生 英國BPC 他們就說 當每個約定人 都是潛在的新聞記者的時候 媒體經營者就必須要 更用心地 寫聽約定人的聲音 BPC它採取的是 互動分享 包括約定人 可以線上發文件 追求約定人 可以評論新聞 將建基金點閱盤 以及萬一約定人 提供新聞線索 這些方式 網路民主的特質 包括網路是增加民主參與 還有強化政治社群 互動的一個有利的參與局 資訊科技的發展 使得現在的政政活動 產生多元的輸入來源 所以任何組織或機關 都無法掌控網路資源 由動物一線的行程 台灣的網路發展趨勢 事實上有 形塑了一個有利的 公民參與的環境 都目前為止 全台灣上網的人 屬於突破的新聞 網路人口當中 也都上網 超過7小時的人數 已經將近7成 網路以及部落 連續成的支持會計 還有影響力的提升 那傳統媒體怎麼樣 去看公民新聞 根據這個統計 就是這個報告統計 這些60人同意 網路還部落 已經侵蝕傳統的提升力 超過7成同意約定人 已經對媒體上市的信心 超過7成也不認可 新聞能夠說出真相 有傳統新聞能夠說出真相 過半數的受法會 任何人人都是記者 有可能會降低新聞的專頁 過半數的統計 人人都是記者 可以改變目前的面積段項 而是有過半數也同意 公民參與 是個總部民主的發展 所以公民新聞應該往哪裡走 我們待會兒來看一下 就是過去一年來 我們從事了一個實驗 它有一些成績 就是公共電視現場 推出了一個Table的公民新聞 Table就是一個 就是由公民產自裏的內容前線 這題題是在2017年 去年4月30日上線 目前有1500F位的公民記者 那這些公民記者包括學生 上班族 佔領主婦 然後夫婦教師 甚至街友 都是記者 我們從這上面也看到 漂泊新聞網 那就是街友 成立的一個新聞平台 那目前有收回公民 在公民報道的內容 那這個平台 它有強調是在地新聞 加上個人的關係 所以它的實驗方式 我覺得兩個 具實結合一個案例 一個就是2018年這種大局 也就是公民提供了30年 另外一個是2080年 2018年單學軍兩教制 我們帶來入場的公民願景 審議社會論壇 這次透過Table這個網站去執行 那這個總統電論是由公司Table網站 和事報一次以臺東一段的 總統大體電論會 公民提供了30年的活動 公民投稿456天的營集 為公民選出20折的營建 邀請公民到電論會場 直接入總統會員 還有馬天九的現場 我們待會兒看一下案例 那這個案例主要是 這個詳細就是公民他們 怎麼能表達他們的想法 那這個國統的公民 有一個問題 我們希望總統 跟我們 公司 來年年 公民的年 港幣百貨金 從前無比 的口罩 在那裡 都會 對付送的命 來的 最好 也要建設 那就是 冠資 幾百 謝謝 好 勇敢教授您 接下來 我們就先請 謝長廷先生 來回答這個問題 師傅 要弄你的夢的正好 我女王的鄉親 有非常驕傲的世尊 我記得有一句話 說行三行下 不但女王三下 這不是說是一場 不好 贏不住 水有的師傅 今天我要特別就這問題 對我的農業政策做一說明 我去過美農 感覺到美農的周邊 確實有一些豪宅政業建設 好 請問您 在記上安慰強調 農買和承認 來 請 請問兩位同學 上一屆的一晚 有提案說 新來農花表現18條 把農易建農生的規定 由0.25公頃修正到0.1公頃 你認為 你贊成這樣的規劃提案 為什麼 拜拜 對 就是透過影片的呈現 讓兩位同學 郭主委員幫自己 表達一件 然後公平在現場 演技術的提供 另外一個就是 稍微報告一下 就是 有班 呆軍的兩位是立委 選舉的神醫師的論壇 這個 我們在全台灣 辦了五場 這個神醫師的 演技術的論壇 這是結合設計大學 社交學會 所辦的論壇 這個論壇 就作為各黨地委 辯論的議題 我們也依照 各位的議題 會去對台灣這裡的公民進行討論 總結問題以後 在辯論會議 提供各政黨的代表 好 十二十一號 二十二號 在這兩天 在賈北市的青江 國小教室裡頭 是這位公民熱熱的討論 跟下一代關係 目前的議題 十二的國家 不管是教育的興奮 學習的分配 成交的差距 還是主席風氣 每個問題都 僅僅輕鬆著 在場公民代表希望 陰多元明館 amen 隨意 歌曲 簽訂 請 請 請 而实现了民主的严议 民主不只是讨论而已 民主是充分的讨论 民主需要官民来发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2008立委言与政党变论队 我想请问政党教育助理高科学 华人选法及就业政策 依据就业服务法的规定 能让两万人原住民的县市 而设置就业服务站 但是就以实际运作的情形 此项规定门槛太高 然后政策形成修设 我想请问各政党 如何竞速具体落手 将会在游逼议题上 产生的问题 能够政府是否解决 或者是 如果要搭载基金 技术问题的大科技产业 那我们便要使用到 大安业绩的土地 或者是新建工业有偿 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伤害了 也有一档基因 分类于维生的产业 这个问题请教绿党的代表 贵党在政策的 白皮书里面有提到 希望能够透过大数年额分配 但是如果区域的他要装满 已经能够透过下 所以这就是一个 巨与时的一个集合的 一小部分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 已经把部分的内容 已经在公司的 哪些信号 还有公司的 哪些信号 也开始足够在 在把内容在上面呈现 也希望福利公民能够 在公司里面 能够太多的东西 然后是公民自己 希望能够呈现的内容 所以我最後簡單的會有解問還有反思 公民已經自行產製的內容 怎麼不變成連續 我們看就是說 從去年開始的公民的連續過程裡面 不少公民都從 不知道影劍的開始 到現在影劍他們也比較自然地去呈現 那冠軍新年女生黨的明星時代 也將成為內容的生產者 還有冰場者 就是跟過去明星時代 只能跟著中方連成 不過去成為傳統媒體的一個使用者 那概念是不太一樣的 公民記者還有國立媒體逐步發展 也真有助於民主社會的建築 過去我們都以為 網路是商業商務文化上的革命 而在它的核心處 我們所見到的是一個政治現象 一個少公民生活主化的一個民主地道 第三點來吧 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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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st 拍照 做得很精確的說明 所以我很想看這個說明在一些議題上 我想說整個的出發點是來自於 早在1948年 美國世界的女學們 她就已經提出 人人有權通過任何能界 去尋求接受或傳遞 消息和思想有的走進 但是其實在我們的實現上 以台語來說 過去我們長期受到抱歉的關係 受到基本的管制 所以我們報道任何的事情 像苹果市沒有我報道任何事件 記者在所報道就被示威 你抹擴大事件 然後後來就變成被探訓警惕 然後她的一些同學都被抓 那當時被抓的理由 就是認為會被抓的理由 甚至包括說 發掘探訓新聞 委屈的政府作為 你必要防射性 不瓦解我不能報道 隨時打停一些事情 這個報道新聞 公立利用採訓警惕是不會有探訓 這些東西 也就是說 看護新聞 黃色新聞 跟措置 都會也作為探討證明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 現在的OE1 已經是一開獎 然後你也知道 他們大概幾天 沒幾天 他們都是可以連抗 然後這個時代也有連抗 所以我們的新聞 我們的報導 跟我們的聯絡 受到民意的管制 那現在我們剛才 已經有新聞的自由 可是在現在的自由裡面 我們所看到的媒體 譬如是探訪一些公共媒體 包括人機炒 炒這些狗水站 然後或者是去報導一些 免疫力或裸領 或者是去用人家受傷的畫面 來刺激他們的消息量 所以在整個脈絡之下 不管是以前系列的時代 抱歉的期間 乃至現在民主開放的時代 其實有非常多的 推到裡面已經不滿的 然後這些人 能夠做的是說 誰用當時 所能夠找到的這個 這個變得強大的創作工具 然後來進購自己的媒體 這些媒體包括 以前的《黨外雜誌》 或《政論雜誌》 也包括以前的《醫生錄語小組》 然後《立下電臺》 這些東西 到了1990年代之後 我們就一直到來聽過 然後我基本上想要看 基本上是說 我把這些媒體 視為公民媒體 那公民媒體 有一個賣過 是從郭沐欣 學公民行 學的一路賣過來 另外我也可以從地內媒體 或者當地市媒體賣過來 那我基本上從這個賣過來看 我把這些是做公民媒體 那這些公民媒體 是我認為 它不一定是地道地下 或者是地道地面 像它現在也一般還是媒體 那我等一下分析的部分 主要是說 不同時代做義內媒體 它的裡面是什麼 然後它採取什麼媒體的形式 然後它如何去進行新聞的產式 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公民辦理什麼角色 另外它如何去擴大傳播它的訊息 那我想在第一個這段影片 我們都很熟悉的是 第一雜誌在介入期間 比如說在報警期間 要辦報紙太困難 所以很多人辦雜誌 那辦雜誌 包括自為中國文西大學 那這個時代 大概比較是一個 知識分子論證的時代 那到了民國六十一四年 台灣政論以及後來的 每一島八十年代上課後 大概是比較典型的政論雜誌 那到了每一島世界之後 尤其是前進入週刊 創刊之後 搭配雜誌變成一個 政治資訊的一個工具 那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所看到搭配雜誌 基本上是各自更善的 然後它們基本上是一些 從事民主地都工作者 它是用通過文港新聞工作所做的 那基本上 能夠用的是一個小型雜誌的工具 那它們內容 只要以政治支持為止 工具在這個過程裡面 行動者是贊助者 但是它們沒有辦法 它們沒有產製 那它的傳播策略幾乎 那它的傳播策略幾乎 那個 拿光它的傳播策略 基本上是單大不夠 就是說媒體很少的機會串 很少的機會串 到底有些一段時候 比較熟悉的 綠色物理小股間物理代時代 以及有線電視民主台 那有線電視民主台在 1994年省長選舉的時候 全台成績率有100家 一些電視民主台串聯 據說當時能夠統一播放的新聞 能夠進行到200萬的評論 然後後來地下電台 那地下電台的觀眾在這裡 可以摳引參與它的面容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看到了 一部分的媒體開始逐步的串聯 那它們當然主要還是政治運動工作者 為了通過國民黨的廣闊新聞的攻守 那它們用的形勢 包括以待 包括目前的電視廣播 那它給自己買設備 必須要很多外面去抓場 那它的議題還是以政治地益很準 雖然也有一些地下電台太多元 人的消費也比較少 那公民在這裡可以摳引 它可以參與內容 但是它是被動回應 主持人所設定的內容 那它們偶爾會串聯 不過通常還是單大不夠 另外它們跟政黨的關係很明顯 那在這個背景之下 台灣在檔外雜誌 以及後面這些第一 網便媒體的衝擊之下 台灣的媒體開始逐步的開展 到了1990年代 既然下火門 我們已經沒有戒免 沒有報警 然後網便媒體高度開放 可是這個時代並沒有代表 就是說讓每個人都可以發聲 它相對的就是說 像剛剛何經理所提到 商界螺旗取代出去螺旗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開始就認為 要如何讓商界螺旗下 消失的一些影響 都在網路上發生 所以就開始做了一些電子報的相關媒體 最早是以網站的形態 所以1993年 班主人開始以網站的形態 來整理一些問題 然後1995年 高雄地區的一個學生 陳峰委 就以一個學生的力量 就是創辦的藍芳電子霸 那這個藍芳電子霸 到澳零零年 它的定路已經超過10萬份 幾乎跟一個中小型的報索爾差不多 那到了1997年 古拉瓦一個公運的團體 就是效法藍芳做古拉瓦 那我在北大也用學校的工作 也做了生意地 然後到1998年 班主人所支持的 那個網站網站電子霸也創攤 那到1998年 到2005年 環境基督列子報也創攤 它是用個人拋藥化的方式去創辦 那在這個時期 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媒體 基本上它的目標 是可以用南方列子報的八三種子來來幹 所以讓商品有幾家事情 在什麼影響 在路上發生 它的形勢會變得比較多 我們用的都是列子報 列子保站 那這些幾乎需要付的錢很少 但是它的氣勢門檻相當高 相當高 但它的內容就是 以人文的資金為止 人文的資金為止 那跟隱情有不同 也就是說 因為隱情的政治資金 也許在主要的媒體裡面 逐漸可以涵蓋 但是因為多元的人文訊息 主要媒體沒辦法涵蓋 所以在兼公民的媒體上 出現非常多 那公民在這個階段 它可以多搞 它可以自己辦自己的能力 不過 電子報是 主要辦媒體的 都還是NPO為主 個人相對比較少 那 這些個別的電子報 它發生在中間 但它們採取的方式是說 它們聚合成一個社群 來多大它的影響力 比如說 自方社會法 它們聚合在非常多的電子報 但它那個社會 社會發生的這一類 就有事發生的電子報 譬如說 它呈現社會的一些公民 呈現社會公民 那到了暴露禮 暴露禮 我們開始進入布洛克的事態 布洛克的事態 那這個就從 從NPO辦報 變成是個人 它可以開始辦報 那台南市已經 布洛克大概是暴露禮 然後也開始疫情 但是布洛克只能讓 每一個個人都擁有媒體 但是個人媒體 比早些NPO媒體更小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 這個人媒體 藉由一種叫 SS聯播機制 比如所有新聞 各種類似的各種類似的 可以連擊聯播 那地籍聯播 它就可以產生比較大的力量 那到2004年 布洛克的事件 採取一種創用信息 基本上是一種 跟駐洛克的觀念有點不一樣 就是要提先 把駐洛克的事件採上 但是現在是主張共享 那共享 基本共享之後 網路的內容 就可以更快速的運動 到了2005年 臺灣開始辦一些 網路的大小 來是更好的作品 另外也幫了 布洛克的聚會 來推動這些問題 那到2009年 有一個更重要的發展 是有共享出籤 像Penny的出現 之前布洛克是個別的 一個一個的媒體 然後它可能是私下的串聯 但是現在有一個共享出籤的時候 它有一個共同的 知識其他平台 然後它就會變成 一個更強大的一個媒體 所以到了2007年 就有像公司 可以保障的一個平台出現 是搭配在這裡投稿 所以在這個整個發展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 布洛克基本上 是個人被發聲 然後它可以用非常多種 的偽暴的形式 而且每一種形式都非常容易去 而且幾乎都會不被舉得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內容非常多樣 從個人的碩士到國家大體公園 然後補者 他就不再支持 公民不再支持補者 而是一個銀協者 或者是口訊號 就是一個生產性的消費者 他既閱補 又可以散播支付近期 也因為補者的性質 整個開始改變 開始改變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所看到 最重要的是說 如果我們電子道 跟知識其他平台 開始會有 形成一個新的散播支付近期 這個新的散播支付近期 我可以簡單聽各位說明 就是說 它早前電子道下來 繼續發行 像苦勞王 生肥病這些 都不尋常進入的物語 然後另外 個別的物語 什麼人都非常小 但是彼此對於相互竄演 那竄演成不一樣 那些竄演之外 又有 Hanning Damien 跟Paypal這樣一個資訊平台 把個別的物語 連Goal出現了好文章 會成到這裡 所以這就形成 一種新型態的媒體 比如說 以Hanning Damien來說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媒體 跟我們所看到 像自由時報的公版 並沒有太大差別 它一樣有個類的資訊 只是差別之中 它裡面的頭條 都是由大家一起來合見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特別的小眾的媒體 然後它聚合成一個大大的媒體 那它的力量就開始 足以跟大眾的影響 競爭 那在這個背景之下 我們開始看到 很多社會運動 開始出現了一些轉變 開始出現了一些轉變 比如說 我們藉由這個公民所建立的 新的傳播機器 以前的顧客 就一起來宣傳生命這部紀錄片 讓這部本來不思維很冷的紀錄片 先請台灣進去看紀錄片 更更好 好 然後 好 最後再提一個例子 是 可能以 2007年最重要的一個例子 是 勒生案 勒生案基本上是 在2007年3月5號 10日元 政府要求 勒生的 勒生的勒允必須馬上扛家 然後3月8號行動馬上扛政 但是我們大眾也提出報答 它的包圍書給官邸報送 沒有提出說 這些勒允的舉章是什麼 勒生的舉章是什麼 他沒有提出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網路開始發到傳媒 就是要求 讓勒生人選決定 我們選票 然後同時 網友開始自助的 這一個網友去找一個洞 然後回到公司的專家 問他那個 清廳跟勒生能不能夠 然後另外 然後另外 網友也開始去訪問 學者專家 包括劉可強教授 遺照星教授 然後 而且還畫出一些工程 然後接著網友 又進一步的 畫出完整工程 就是說 勒生如果相信 政府原案法務司機 他是這樣 那法務司機 他是這樣 那這些是網友自己 去採訪收起 然後把 然後同時 學習的專家 檢定 認為這樣公平 那這個圖在網路上 廣泛傳播 廣泛傳播 後來網友進行復學人 這樣的圖案 那邊都有人看見 最大到在 電影邊緣上 發文文化 然後到這小時 裡面有20萬 然後在英國日報 等辦廣告 那這個 這個廣告的行動 以及公民 在網路上的參與 跟私底私力的抗爭 就讓整個熱身的議題 就變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到了4月13號 那個孫康就承諾 要朝向保護環 就是他的方向 去歸掉 但是接著 網友還都還不放心 說政府會不會真的 如此實施 所以網友還專門 去參加那個 享受熱身的遊戲 所以看這個其實 是感染的在 然後去參與這樣的一個遊戲 那接著呢 比如說在後續的議題裡面 他還持續在進入 那我所指的說 這樣一個傳播機器 可以傳播網友想要傳播的訊息 公民想要傳播的訊息 也可以監督不良的媒體 甚至去引導媒體 所以我已經看到 整個公民媒體從早期 分小小的一些媒體 到最後一天算 到現在影響成一個 一個大的傳播機器 那這個傳播機器的東西 都已經當成媒體目 因為這個傳播機器 好的東西 可以進入到整個點 可以更多的判見 那我已經看到一個新的時代哪裡 好我想實際觀眾 就到這裡提出 謝謝 非常謝謝兩位 非常謝謝兩位 論文的提報人 他們都在規定的時間裡面 都要很簡單的 把他們的論文說明清楚 這個公民媒體 它是一個極速演化出的 一個社會現象 它還在不斷在點進 不斷在變化 那剛剛兩位的這個報告 也對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個公民新聞的整個 這個點進 它是從監督主流媒體 跟主流媒體 來做一個普通性的 一個爭取的這個市場 甚至就是開始 有跟這個主流媒體 分平抗議的 這個分享市場 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這樣的一個趨勢 是能夠持續再繼續下去 或者說它也有它的極限 這個也許就是說 在以下的理論文 或者說在比較好的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進入 再探討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 胡編慧先生 針對 俄羅斯華先生的提供 來提供他的提供 來提供他的提供 謝謝 還有 兩位各民的發言 還有各位先請 大家好 我對人家的發言 會有些期間 會有些期間 來參與這些聯想 對 特別是 會有機會來代替 俄羅斯華先生 關於公民新聞 以及民主的這個動作 我想剛才 透過合宣的這個報告之後 我想應該就更非常清楚 他這邊用了一個 基本的阻止 還有它的架構 對 那我在 那一方面 在 在這個文章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在公民新聞 或者是網民的 整個整個理論的一些背景 最有意思的是 這個動作是作為一個 問院的 以及深度謊談的一個 調查的一件 那這個演繹裡面 非常有意思的 恐怕也是 在一項公民 所看到的事項裡面 比較能夠看到 傳統的 民主跟著 什麼看待公民新聞 以及 現在 留意 或者 在嘗試 在做 公民新聞的 這些 聯繫工作 他們 又怎樣看待 現在的 聯繫環境 或者是聯繫環境 的工作 那這個調查 尤其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 公民新聞 大概在這個動作裡面 可以看到 大概在這個動作裡面 沒有太大插入 就是 這個 傳統的 聯繫工作者 情侶在這裏上 不太 看得起 或者說 不太相信 公民情侶工作者 在裏面 避免的影響 教授 有一點 把他們研究的 廖花書記 稍微把它 揮入了一些事 或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在這陣廖花當中 的對比 其實還是非常清楚 比如說 大多數的 包括 七成五到八成之間的 這些 傳統的工作者 情侶跟他們 都調理 現在的影響很重要 很奇怪 因為他們有在聯繫裡面 很容易 但是他們都認為 現在的影響是非常有問題 比如說 75.93%的受訪者 同意 月經營一定 跟第三次進行 其實8.9% 至39%的受訪者 同意媒體 操控在消費人手中 那麼 換句話說 幾乎四成三以上的 現在的新聞工作者 他對現在自己的媒體 是不如的 但是 如果問這些人 他們的意見說 那你認為 到底如果 鳳梨新聞的發展 那我們一個人 都得多記者的話 那你認為 他會不會降低行動分率 馬上超過一半的 根據標題 有54.94%的 認為 人的都是記者 將會降低行動分率 所以 那這個原因就是 剛剛有無視的 產生在日本的問題 就是說 那到底 當時包括主持人 以及另外 諸文化的人 其實問題就是 如果從公共面積的發展來看 或者從未來台灣面積的 解決發展來看 到底公益新聞的 公益新聞的角色 就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 就是 簡單來講 現在的專業工作者 同意 現在的事情是問題 但是 他又不太認為 公益新聞被解決的問題 這裡面我們發現 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他們對專業的看法 什麼叫專業 那麼 根據法蘭的結果 現在的媒體工作者 既然認為公益新聞是專業 那他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看 如果這個問題可以去延伸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問題可以去查 這方面做 第一個 什麼叫專業 專業是說 他這種公益新聞的工作者 既然如何 顯然是值得的 因為他們有說過專業 學校的訓練 他們有說過新聞訓練 所以可能 他的專業訓練 是不足的 第二個 他的影韓的問題 是說他的專業意義 是一個問題 意思是說 他們很主觀 從這裡面 剛才 合法蘭先生 在他的報告裡面 特別提到 所謂公民媒體 似乎是比較主觀的 換句話來講 如果從最早來看 傳統公益新聞工作者 他會弄得 這些公益新聞工作者 都是主觀的 換句話 他們不符合專業意義 這個就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 要不要公益新聞 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 什麼叫專業 報告又非常有意思 在樓先生對資深媒體工作者 或者正在重新公益新聞工作者 你會發現 他們所謂傳統新聞工作者 是不專業的 而且是非常多的 調查報告裡面 比如說 朱毕希先生認為 男媒體遏止 所以 月經報告裡面的媒體 作為公安 所以 制度組獨立的 所以 您網民的可行 他發展的空間 比如說 中央社的 莊風嘉先生認為 記者是專業不足等等 這些都是 反而是 報告來講說 是現在的媒體工作者 專業不足 怎麼現在的媒體工作者 又說公民新聞工作者 專業不足 顯然對專業的定義 是大有大有研究的一地理 如果這樣來講 我們其實可以說 對現在的專業 所謂的現在的新聞工作者來講 真的專業是技能 就解決的話 真的是現在的專業工作者 他的專業意義 就符合我們社會大量需要嗎 那 也是這樣講 我會說公民新聞工作者 其實地理正在重返專業主義的核心 這個核心是說 什麼叫技能 技能最簡單的 就是 我把我所文件的事實說出來 顯然現在專業新聞工作者 他們沒辦法聽到這裡 那什麼叫專業意義 如果用最簡單的 舒服專業的觀念來講 應該是說 我能夠呈現這個社會 對大眾的價值 或者是每一個人心中所呈現的價值 或是經過扭曲 或是經過被醜化的價值 從這個角度來看 顯然我認為公民新聞工作者 正在往重返專業主義的幾等核心 是一種束縛的專業角度來做 那這樣一條路來看 那這樣一條路來看 我們又發現了論文 事實上 又有很多資深的提供度 是支持這樣關注的 所以 非常有意思 我想說的是 透過這樣的篇論文 我們重新開始對 什麼叫專業的媒體 什麼叫專業主義 開始於蠻失措 這裡面 國際新聞媒體的工作者 跟傳統的新聞媒體工作者 方法呈現的價值 對專業的不同角度 或是在概念的失措 那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這跟環社會的轉型 非常有關係 如果說 台灣的媒體 從幾年前到幾年後 我們認為它的轉型 根本沒有在過的形式而死不孝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發現 原來就不專業 那到了現在 還是不專業 那什麼原因呢 比如說 原來在戒嚴的年代裡面 它原來只是 媒體是一個工具 它只是一個政治工具 那到了戒嚴之後 還是工具啊 因為它只是變成一個 市場工具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想原來的問題 就非常多了 所以我們從這個問題當中 我們就非常可貴的 把現在我們專業這個 基本的問題 呈現出一個緊張的對立 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先繼續 從這個緊張的對立關係當中 找出創造性的 對專業的重新理解 重新來發覺 為什麼轉型正義在現階段 他原來甚至是探討問題 而媒體如何的 轉型正義過程當中 聯合反應角色 那我覺得是非常 價值的聯動 那我先提不開 我們先謝謝大家 參考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針對 這個傳統媒體 跟這個 公民新聞媒體的 專業活動 和深入在探訪 接下來我們就請 文綠丹教授 在主持人 論文報告 各位 先生大家好 今天 農姓燃燒 今年 就是現在 我們也請教 這篇文章 那 這兩篇文章 就像主持人 剛剛說的 我們這大陸很有趣 好像可能是比較避難的 比較荒謬面 那我以後 我想 各位如果有 先 甚至跟他 兩位的 一個報告 就是 陳教授的報告 我想我們會這樣 也來講 就是說 這個 這裡就是公民媒體 那如果在 大陸是有什麼 非族媒體 跟族媒體 直接的變真關係 好像是 不受理取代 但是有個不服 那不服在這樣的 過程裡面 非常主流 不得不相對手 來 兩種的一種 絕習 或者說不得不受啟發 做一些改變 那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 就是社會的健康 和健康 這樣的發展 形態 那 我在這裡 我想 提出我自己的一些 觀察跟一些 或者說一些問題 那麼 陳教授這篇文章 主要從一定的目標 媒體形式 內容層次的公民 公民的角色 總共策略 大概五十年來看 或是將近五十年 六十年來的台灣 那些非族媒體 那麼這篇文章 叫公民媒體 給一些變化 那麼如果都所謂 用一個比較簡化 就是說 這樣變化 如果用一個指標來看 也許能夠顯示 就是公民在我們這裡 講話的一個境界面 它相對於 比如說是一種 比較被動的消費者 一個經濟地位 一個經濟資源 一個消費的東西 這樣的一種參與 那麼這個公民的角色 他會強調一個說 他對這個事情 要有一個參與的感覺 甚至是生產者 那如果從這樣來看 那很明顯 從過去一些技術的發法 到現在部落的發法 我們大概可以發言 就是說 公民的角色 來上界定 最很清楚的展現 這樣參加生產 全民電用的人 越來越多 那麼參加的人 都會變化更多 那所以我想 這個是很有趣的 那這個現象 當然是只出現在 我們市民這樣一個公民 市民這裡 那麼一年多 且就是2020年年底 有一個國異知名的雜誌 它結果公民的文碼 就是米國 大家參與 大家這種參與 或什麼就是 實在的精神 所以為何你 跟那個類型 就會出現 他一直有這樣 一個說法 那麼 陳教授這邊的論文 當然不是說 當時的一個 組繪組員 現在是 你們在聽話 按銷 當年的雜誌 當年的雜誌 一些比較 社區雜誌也好 一些比較低的媒體 像是誰才存在 不管是東海岸 還是像 國中北海的運作 比如說 寶貝的媒體 就是一個 像這些生產 比如記錄片 那種比較生命類 或者 東海有地價電台 一直到現在 還是在活躍 那當然它有些內容 當然是 那些內容 那麼 也就是說 這個媒體傳承 神教授 報告的時候 我自己感覺到 所以變成 一個護送 一個觀點 那麼 接下來呢 我想 我自己想 老師要提一些 比較 可能 我最會的一些 理由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說 第一點 就是說 如果它生產內容 應該量太大 神教授 有提到就是說 裡面一定有稱之不齊 有一些甚至比較 比較 不見過 不民主的 一些內容 那麼 舉 前 剛剛講的 那個世界事情 早上講的 日武作為一個 風雲雜雜雜雜 他自己也提到 就是說 這個 幫取了一個節目 如果你如果看 第一次 看人家裡面的一些內容 你覺得 你會列別人氣 你的上司 信心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亂七八糟的一些關係 所以 希望說 它內容呢 當然有 它的一些不民主性 那麼這些 量也會更大 那麼它這個量更大 情況下 會不會淹沒了 我們總是讓它看到 一些進入的 裡面看 它反而是 它沒有在這支 紅紙雜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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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我想 我 不太理解 或者說 可能需要進去學習的一張 就是 像這一些部落的 他自己之間的 一個組織型態 那我們剛剛從 哲教授的一個報告裡面 可以知道說 都很跟你這種 RSS這種串領 它可以有效的連結 我想這是一種組織的方式之外 我的這裡的組織是說 我們如果常常講說 常常說 要發生作用 一個是一種告知 已經發生蠻好的一種組織功效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去像 例如剛才提示的一趟前途間 何必擔心所謂組織的問題呢 因為它這個紅色的組織 表面上是這樣 實際上它是很有效的在組織 是不是這樣呢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很有意思 那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常講就是說 我們讀書人也好 社會人進步也好 我們都比較欣賞於相信 說資訊只要有效的流通 一些組織只要比較公正公平 如果他們不公正不公平 我們公平的可以補充他們 產生一個良好的溝通情境之後呢 社會上就會比較好的發展進步 那這裡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那真的是只要可以好好的報酬之後 有一些充滿的討論空間 那這樣就夠了嗎 那這裡有一個具體的例子 就是我們這篇文章剛剛提到的 就是熱吃這個案子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有歷史的一個案子 就是剛剛陳教授在文章裡也有提到 通過他一些 往路後的一些報告 相應的一些呼籲 讓昨年他也不得不再同意 那甚至當時的行政令 很重合在某些承諾 不過我們也知道就是去年 昨天就說 在文章裡被強行去拆遷 只是說還沒有一個動作 那也就是說熱身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不因為媒體有這樣的一些反應 不因為媒體有這樣的反應之後 他就比較理性的去做改變 那當然是不是我們對話的對象 他本身也是比較蠻恨的 不是蠻理性呢 或者說他想理性 可是理性後面也有另外一些 比如說肯定的業者 各大的利益在裡面拆遇 所以這一部分 當然就是 並不就是說 我們公共典型商人員的留意 就是如果一個社會的理性溝通 其實在發展幾件的時候 那麼我們只要來看待 這些民體民主公民 那最後一點我想 跟我們政經動人的關係 又不是那麼直接 不過是有年代的 這個有年代就是說 剛才講YOU作為一個參與的媒體 都要給大家來參加 好像現在實在進展 並是有參與互助合作公開分享 但是這樣的參與公開的合作分享 它事實上在進入商業化的危機 商業化的危機就是 不管看台灣區域裡面 文小站被收購 還是國外的MySpace 對於大媒體能不能收購 還是YouTube對Google收購 還是YouTube被收購這些東西 我想我們就看到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也會對我們這些公民 我們也要做新聞區 像這樣的人一起產生一些衝擊 那這樣衝擊的過程 公共政策 我們要回到一個主流的環境 公共政策設計有面對什麼 需要要求他來做一些事情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要想最後的時間也有提供 謝謝 謝謝光教授 兩位民務人一方面是採用專業的採訪 另外一方面是採用公民 新聞的影響力 怎麼去發揮這個角度 也就是採訪 我們今天的這個 這個討論會 那個超前主導單位 也希望就是 那個 文化聊天還有 他們的時間 都只說了 兩分鐘 那我想這個動力很好 就是希望 我們在場的 這個各位啊 文化會員 今天這個主題的精神啊 是一個參與式的 一個討論 那因為這個議題啊 事實上是有非常大的 發展的空間 每天都還在 新的故事中 有非常多的面向 非常多的面向 這個一方面也提到的 比如像韓國的 Wafan News 它實際是一個 公民 公民媒體 主流化的一個發展 那 中午吃飯的時候 林明朱立基教授說 它好像是游泥林的 衰落的 像一個 這個 就是說 這個成長 清洗 衰亡 或者說 這個大肆 就是 非常多的小的 這個 公民媒體 專業的問題 很多的公民媒體的專業 或不專業 有沒有辦法來 這個 你現在主流的問題 專業專業 很多 面向的問題 我在這個地方就開放 希望我們現場 所有的資格的地方 對這些 不同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 或是介紹 不曉得哪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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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來賓 以一個 以及一個 女胎男 還有一個 阿伯的大好 是福蘭大學大本所的 研究者 同時我也在 也有在做一點點 公民新聞的一點 自己來嘗試一些東西 那就我自己的觀察 因為我去年有因緣機會獲得NCC的一個認同 去可以在NCC跟一些主流媒體 共同在那邊做一些旅行記者會的採訪 以及前幾...上個月 或者說半個月前 就是Peple這邊因為有招... 就是有開放10個公民記者的名額 然後能夠跟主流媒體共同參與一些 所謂總統發展辯論的一個記者會的採訪 我發覺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之前也在跟另外一個場在 跟何國華經理怎麼談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所謂的公民記者跟主流媒體記者 和主流媒體他們所交往 互動的那些消息來源之間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跟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他們 因為我們一旦進入到那個場域的時候 我們進入到所謂的NCC的記者會 或者是其他公...政府部門的記者會 或者是說我們採訪...去... 前往到一個譬如說像總統大選... 辯論會的一個記者會的一個現場 我們要跟主流媒體競爭的那個時候 有兩個人會問我就是說 消息來的人問我說 Who are you? 然後這個主流媒體的記者也會問我說 你是哪個單位的 變成是說該怎麼去面對我自己 我作為一個公民記者的角色 跟這些主流媒體我們兩個之間 我們該採取什麼樣的平衡 那甚至那些消息人員跟我講說 甚至那些政府部門在採訪的過程的時候 會跟我講說 你應該先讓主流媒體先問完之後 你再來發問你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那個在總統大選的辯論會場的時候 那個過程也是這樣 主流媒體跟我跟我說 你們應該先讓主流媒體問完 他們該問的問題 然後你們再去問 因為人民有資的權利 人民有資的權利是從主流媒體裡面來的 所以就變成說社會對於社會 或者是說這些消息來源 這些公政府部門的人 或者是說社會大眾 或者是說這些主流媒體 他們怎麼去看待這些所謂的公民記者 甚至苦勞勞之前在採訪熱身的時候 有一個記者被警察 被許多人稱作假記者 如果我們公民記者叫做假記者的話 那這些主流媒體 他們是不是 這種權勢權這個問題 是不是應該要重新再被檢討 這是我的一個問題 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公民媒體假如是有記者的話 那他進入記者會 或者進入主流記者活動的場域的時候 是不是就開始接受主流媒體環境的規則制約 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問題 這個實際上是非常值得看的 因為等一下 我想這個台位 台位也是一個方面的問題 那後面是追求我已經不太好 所以不認得可能是認識的 我還是注意一下 今天剛才會引導 我讓我解釋一下 這個韓國歐買歷史的狀況 歐買歷史的2000年 2月22號創刊 那麼到2002年的12月19號 上任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被稱為是teammaker 支付最終 因為歐買歷史的關係 他擔任總統大選 那之後歐買歷史就受到國際媒體的注意 那2002年到2003年的上半年 歐買歷史幾乎搶佔很多 國際主流媒體的版面 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新公民新聞的媒體 怎麼樣會成為teammaker 不過去年12月19號 在韓國歐買歷史大選的時候 韓國歐買歷史已經沒落 那麼為什麼沒落呢 因為從此的所謂的公民記者的媒體 在韓國歐買歷史又誕生了兩三個 那麼這是第一個狀況 競爭者增加的 第二個狀況是歐買歷史 誕生之後 盧武倩中的舊子之後沒多久 他幾乎就是盧武倩的財政 盧武倩政府的財政 所以他背後的 背後真正的一個是政治 就是韓國的總統府 那麼 後來很多的獨家新聞是總統府 露給他的 那麼包括他的廣告 也是所謂的支入性去取消 那麼漸漸漸漸漸 他的攻心率就上失了 那麼我們 當時我是跟韓國歐革命比起 我們有一個反應器的人去考察 那考察完回來之後 我就發現說 公民記者 事實上實際上有一個報告 他真正報聲出了 四萬五萬的公民記者 實際上 只報告資考 那 再報告第二次考的 不超過三分之一 整體三萬三四萬的公民記者裡面 所以我跟南洪大報的周克珍 我們發現說 政治中藥系統通常還是跟自己的專門記者 先知道同胞股去做採訪 因為公民記者 郭中山是堅持的記者 他是個小學老師 他不能跑到外交部去採訪一個外交新聞 你新聞是必須到現場去的 只要花時間 甚至花錢 花交通費 到現場地裡 他能夠採訪到 而不是說你坐在家裡 你就能夠考那個 那樣的重大的新聞 所以可能個人公民記者 在個人專業屏上 他寫的東西 他可以 或是地方新聞事務 他可以有他的特色 但是就接到一般的 所謂的政治新聞 或財經新聞 這種主要新聞來講 公民記者是做不到的 那我們發現說 公民記者 這個是歐蠻密集的包裝 他就用公民記者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讓公民記者參與 來讓公民記者參與 那麼還可以看得出來 歐蠻密集的創開之後 他的社產文約號 曾經到各國去訪問 給到世界報案業編輯的協會 影響 華盛領郵報的家族 官員的家族 甚至邀請他號 華盛領郵報給他們的幹部做影響 但是 全世界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像歐蠻密集的 一個完全一樣的媒體 所以公民記者的媒體 誕生 沒有 那公司的PAPL 可能是另外一個 不同型態的方式 所以歐蠻密集的情況 能不能比較 我們不知道 但是歐蠻密集 後來這裏是 只有大喊的文化產品 其他國家 聯邦學習 聯邦效法 聯邦防治 就是歐蠻密集的動畫 從2000年興起 2002年興起 2002年興起的PAPL 到這一任主謀大展 他完全失去 任何角色 那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但是這樣的興起到沒落 我覺得可以給他 從事公民記者 公民信用 這個概念可是沒有錯 而且是 可能是過來的一個方向 但是歐蠻密集的 基本上 也不是一個 值得施法的一個名字 謝謝 謝謝 這是說 一個是整體的公民媒體的現象 一個是個別公民媒體 機構化 營養力發揮大之後 也有發展一個 一個路徑的問題 現在都是這樣的問題 接下來講 還有這邊的哪一位 我問了一個比較 我現在的 改變工作長 不會有一點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說 嗯 現在 的確是有很多部落 都會出來說 他們改身 就是在兩個經濟的訊息 或是他們改身 這個之前的一個公民記者 但是我通常國內 我們也發現到 就是說 因為這種 這種書寫的這種文化 正在形成 但是也出現很多 所謂的 所以他們其實像 我們所謂部落 都會出現的話 它變成很多不實消息的 一個 抵扇中心 或是 就變成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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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傳遞的 一個管道 那其實這個東西 對於 其實不完全對於 左右媒體 或是對於其他 都會造成 某種程度的影響 比方說 像之前發生過 很多 左右媒體 就是所謂的一些 這些聚集來源 他們沒有經過詳細的查證 然後造成很嚴重的錯誤 那這個東西 當然它會 它也會顛覆很多媒體 但是它 它為台灣的民主政策 帶來後果容小規 所以 這東西到底是 對民主政治是好 還是壞 其實是有在觀察 但是 另外一個傳統來講 它不可能我的派 是對 主流媒體 創造出一些缺口的存在 但是它也有很多後果證 對 是我的一些探訪 謝謝 這個 這個 主流媒體 它 有時候媒體比較大 可是 有時候 它的成本也比較大 那 這個 公民免疫 來續治癒 可是 好像承擔的責任也 比較少 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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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來講 那 是不是 就是會影響到 就是說它 在 可能就是專業上的問題 專業上的問題 專業上的問題 是 接下來 我們 大概還有兩位 兩位 主持人 那 你們還有發表的話 大家好 你們大家好 我是在 民營工作 或是的話 我也是 新大學生 三部管理所的 三部管理所的學生 那 我在想 如果我們今天 從一個公務省省 來看 今天 就是今天 歐巴和經理他報告的 報告 這個 這個案例來看的話 如果說 我們今天公民新聞 他本身的 意義是非常非常多 人 剛才 歐巴和經理他的報告 他講 我們在 中文大學 把公民職務 他說公民職務 的話 整個四個多字 經過篩水之後 大概有二十個多字 那 如果今天 例如公民新聞 他今天 在一個傳統媒體的 傳統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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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上 落實的時候 今天從四來 或者三成 一個二小成 那他甚至又變成 回到一個傳統媒體的 一個聖閣的形式當中 但如果是這樣的 情況下的話 是不是跟這樣子 會卸縮到公民新聞的話 也許公民新聞 公民新聞 公民新聞 他幾個多人中 其實會被公民實際上 那這樣的東西 那這種情況下 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說 他今天面對到 這個回到這個 在公民媒體的 平台的時候 他會整個 落零媒體的 這樣一個特性 會不會先說掉 謝謝 好 那我們開放最後 後面 後面 中間 後面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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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請可以 請問 請請 請替 請問 請 每次 因為我們平常 其實是常看報警的人 有這種網站看報警 我們百思不解的地方是說 報警的正義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現在的報警常以社會新聞做投票新聞 這跟戒截時期以前的報警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民眾看到以社會新聞做投票新聞 我們就覺得說都是在釋放奉免的訊息 所以現在人的文明病 憂鬱症 沉出不窮 因為我們希望報警能盡可能釋放是良好的消息 而不是一句報道 奉免的消息 像以前我跟住同一棟的鄰居 還有一個黑色黑大哥拿了一條報警給我說他有商新聞 他不但好像不以為此 好像覺得說黑色黑大哥上新聞 還是他們很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 那我是希望報得知道 應該多釋放良好的訊息 不要當為惡作改的人 還有不以為說 真名狼藉其實也是一種生理 謝謝 謝謝 不得指出人 不過還是非常慷慨的 같은데 市民寺院議員 還有那個用文發表人來提到 我們接下來還有一點時間 請兩位用文的發表人來提問 是針對這個剛剛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還有這些部分要保存的 我們剛剛是不那麼太少 所以我可以允許我們民主的 所謂的時間 也就是說免費 這個最劃的大概有兩個 所謂的時間 我們還是先請您的話 謝謝主持人 我稍微稍微請您打拖 就是事實上的公民記者 跟傳統媒體的工作者 在某種程度來的 在現在的時光下 是故事的 為什麼是故事 就是說 傳統媒體的工作者 對於公民記者 和公民記者對傳統媒體工作者 專門一直 在這個時光環境下 雙方的 我們是要公民的 是傳統媒體的公民行為 而過了說 我們在這裡 公民的工作者 做的採訪 事實上 能夠全部上來 是不太容易的 你最新的 總統媒體工作者 你也有來講 好 採訪的十位公民記者 來做採訪 事實上 對於我們來講 是有滿大的挑戰的發力 我想 經常都在現場 應該要講 所以說 不管是 傳統的分證工作者 或是 傳統媒體的地方 對於這樣的 人的入行者 他們是 報客自己的態度 因為 雙方在 中華地方 都不一樣 公民記者 在某種程度上來 是有一些 涉及的性格 然後 它是有關的意見 有關的意見的 觀察者 按承受者 可是在 傳統媒體來講 它會認為這個場合 是 屬於傳統媒體 它所 傳統上 暫停的場合 所以它會認為說 公民記者 他們的入行者 所以我認為 雙方可能還是必須要 經過一段時間的 一個表示 也就是說 你只要經過一個 再教育的過程 那這個再教育的過程 就是說 怎麼樣在所謂的 專業的 遊戲規則 達到 雙方能夠 互相能夠有 那樣的過程 和能力 不過 我相信 就是說 從這一次的 那個 總統大學的面對 《車公民記者》 在這個 還可以這樣一點 就是 記者會現場 做了一些 提問的 工作也好 或者說 斷絕的內容也好 跟主流媒體的 所謂的記者 雙方式上是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另外就是說 關於的 一段就是說 傳統記者 你用了 部落格 或者說 所謂的公民記者 所發展的內容 事實上是 有些 不查 我是認為 傳統記者 可能還是要 先做好 查這個工作 因為 部落格上的內容 事實上 你可能一些 事實上有在操作 如果說 意識不查的話 它是很有可能 調理的現實 所以 就在這部分裡面 我認為說 可能還是 要知道 傳統的 新聞 以上 來做 特別查 另外 這裏 關於 這一次的 公民提問 從416的 裡面 30220 事實上 它是有一個 標題在找 就是說 它必須要 遇到 性別的平衡 全身的平衡 然後 它的 譬如說 電力還的平衡 所以 在這個 平衡過程裡面 還是必須要 回路到一個 傳統的神的 但是 不太難的就是說 在這過程裡面 把 400多指的 然後 要這個 後續去做 或者是說 要其他人 去很清楚 認識這樣的 活動 而且就是說 在這個 遺囊的篩選上 它是 跟其他 分裂很熟的 那 那這部分 我們這上 會做一個 社會的討論 再檢討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 綠色場性的實驗 所以 但是 實驗過程裡面 還是比較細 那我們現在 開始做 比如說 所謂公民記者 還有 公民記者 還有 這些 就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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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回應幾點 第一個 詩竿 我老師提到 可能 如果 太大 甚至可能會有 覺得 不負面的東西 應該是沒有 這我心思太平衡 因為現在 我覺得 負面的東西 的確比較大 但是 這其實也是 就是我們 過程要去推動公民 面對的 就是 我們今天所希望 在 布洛格已經 太平衡 這個區域 把我們打的時候 我們希望 能夠當正面的力量 進來一把 然後稍微來 來自衡一下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剛剛有提到 布洛格有很多 不實的東西 那這個 我也同意 現在布洛格 有些努力在進行 這一努力包括 有一個網站叫 布洛格官場 它用必要性的指標 來提供 布洛格的可信度 然後 這個網站裡面 我以我自己 長期列表的紀念 能夠可控300名的 尤其列表它 因為有冠軍名單 我覺得它可信度 比各股的 這些面子都來得到 當然 可能說 基本是300名 在台灣現在有 估計了3111萬的 布洛格 不過萬分之一 但是 但是 它比這樣上 但是我覺得 可能說 也是一個正向的力量 所以未來一定的問題 還是說 我們需要把 如果緊如網路 或我們其他可能 納入的 也需要交給人 立法 那這個 這個是一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等於說 布洛格 報導 告知結果 也確實不夠 那它可能需要一些 更長期的力量 那些布洛格 能夠 當然它沒有辦法解決很多事 但它能夠提供的一個幫助 是 要NPO 以及讓城市社會運動 很淡的工作者 它取得比以前 更便宜更強大的工具 但是這個工具 如果是相對於早期的雜誌 它可能很強大 但是相對於大部分 比現在可能還 還有所不足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一邊 可能 我也是同意這一點的 那在第四個部分 是說 布洛格區間 有沒有去中心化的實際事件 因為我們過去兩年 我們辦了兩次的 台灣布洛格大會 都是幾百人參加 還有一些國際參與 但那兩次的大會顯主辦 我不知道 因為 我是參與者 我可以說 我是主辦者質疑 但是 誰主辦大會是誰 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在網路上 公開協調整 那包括剛六十個案子 也是在網路上公開協調整 現在一群布洛格 已經很習慣 加了很多方式 包括等一下會後 晚上還會參與另外一個 布洛格的 一個等於在此進修的團體 其實也是布洛格的隨機組合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 布洛格的組織跟共同的方式 是會提供你去 好 那一下子來給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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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公民媒體 但他說所有公民媒體的工作者 一樣他也不能夠跨越專業道理的影響 而他所謂的核心機率 包括公正 正確 全面等等 這些都是公民新聞工作者 在專業居床還是訓練的東西 第二個是公民新聞工作者 其實必須找到自己的優勢 這些優勢不一定是到現場的 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公民新聞工作者 非常重要的是他在非常多的資料裡面 包括政府文件裡面 他會去追蹤 去考察 去提交 找到政府裡面有問題的地方 或者有權力的緝結才有問題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公民新聞家的專案的影響 第三點是我們現在看到 所謂主流媒體對公民新聞媒體的一些報導 以其說的報導我覺得不如說這一點 因為他同樣的動作專業 假專業在消費公民新聞 所以我覺得這次公民新聞工作者 必須在其他地方 最後一點是 我覺得公民新聞的工作者 或者追蹤者也好 其實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想像 這樣的想像是說 把公民新聞媒體當成無所分的能力 事實上在大多數的比較深思熟悉的一些考慮裡面 你經常是贊成的 或者認為在未來 我們成都委會三年齡的時代裡面 這最需要找到問題 是讓專業工作者 或者我們必要講專業工作者 跟業員工作者 大家彼此走從故事走到故事 這裡面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大家把很多基本的專業業員裡面 所在裡面提出 比如說VDC的未來的業員總監 如果委員會在MISC的 I3Hydro 他不想不清楚 在Web3領域是代理的 Trust 是最高層 而在這個概念下 專業業員工作者 只可以大得及十九九 就是說這幾年 對我們也不許能力的教授 我很快再了解一個呼應 就是陳教授說 技術條件已經不這樣成熟了 不管怎麼樣 他會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積極的 去開業力使用 甚至去中心化的時候 最好還是有一點 能夠避制度是比較好 那畢業員我想 我們還是要強調說 新融事業不管在場地 它是一個專業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 它是對民主政治 這次社會的想法 是很大的進步的幫助 那不管是在一些傳統內容 如果它基地是這種 實在以為 沒有生產好的一個品質 的新聞的話 對社會來說是一個好事情 那這個東西怎麼能面對 或許還是要呼籲 就是說有關的與 所謂文化政策的面向 還是更多的原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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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作為主持人 我把所有的事件都捐不去了 所以只剩下時間 讓我再向兩位 六年發展的兩位 去談戴還有現場 客人給我參與 考慮的這些來賓 謝謝 謝謝 謝謝